鱼胖的岩学舍开课了 来 七位五到十一岁的小朋友 在鱼胖的带领下 带我带我带我 辨识水生和陆生植物的区别 这一面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离我们很近的公路旁边 就是陆生植物 淋着水的那种小竹子 就是水生植物 挑战拯救一棵树 在灌木丛中 以团队为单位 真人CS比赛 在湖中Gate 讲版的滑行新技能 鱼胖设置小队分组 场景问答拯救一棵树 体育竞技等方式 引导孩子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 自发的去适应探索 陌生环境中的人数课题 让人惊奇的是 在汇报拯救树木方案时 孩子们对知识的延展能力 媲美很多已经被大螺丝和PPT 包疆的成年人们 哇 你连琵琶树都认得到啊 彤彤你好厉害 我知道的 资讯时代 信息的便捷 孩子们的全球视野 在书本中都有较好的基础 如何从抽象知识中走出来 就显得尤为珍贵 好 现在欢迎我们的张老师 大家一起鼓掌 教授吗 灌木丛林的CS是小男生最爱的运动 有没有信息 你们这个就队长有信息 男生的激情在面对女生的感性中 最先下阔的却是男生 既然是培养讲版少年 于胖聘请了专业的国家级教练下场 于老师给你们隆重的介绍 国家级的教练和国家级的裁判 也就是我们的罗教练 欢迎我们的罗老师 为孩子科普奖版的基础构造 及常规的知识 深入浅出的讲解 孩子们意外收获到 奖版和冲浪版的渊源 日常使用派的和手表的小朋友们 一看就会 一做就会的现象 在研学中是不存在的 每个小朋友都积极有序地 开启了奖版的示意 熟悉了奖版的平衡和滑奖技能后 于胖的课题又该出场了 团队竞技 有竞技必然有输赢 在团队荣誉感的驱使下 我们小羊队长因为失败 落下了深情的眼泪 因为我们本身是设置了团队PK的 整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我们的小队员 因为最后一项比赛没有赢 就是这种竞技状态的心理 竞技的心理 现在让他很焦虑就哭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 层层的这种设计游戏分团队 实现八维能力的一个输出 欣宇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不能因为一向的失误 就意味着永远都不是这样的 小羊队长从奖版区一直伤心到结音仪式 结果小羊队长的团队 却以大比分赢得了最终团队冠军 这一刻也让每个小朋友懂得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虽然是香槟 这个是无存香槟 是没有酒精的 干杯 团队PK不在一次比赛的得失 而在全局的持续获胜 团队的零距离显得尤为关键 关注于胖 让你对红继更有想象